大家好,我是Cindy,我是從Colombia 我對你來說是很榮幸,謝謝你的時間 我知道你很忙,因為亞洲遊戲還要來 我想請問你為何準備好這遊戲 養養會這次也是在家門口,在杭州 所以說做了非常充足的準備 然後也希望能夠在家門口有一個非常好的表現 你覺得在家門口比賽嗎 身為浙江人,又是在國內,然後又在浙江 我覺得是非常意義非凡的一次 你覺得從小的時候,我覺得是一個喜歡 覺得每天在游泳池裡非常的開心 這個是我的初衷 小時候就有個夢想,就是說我要去拿冠軍 這個冠軍可能不定義的可能是每一場比賽的冠軍 然後這個東西就在我心裡開始發芽 然後直到我到現在 然後去站上奧運會的最高領獎盤 你贏了一場比賽的冠軍 那你覺得在那時候 你覺得在這場比賽的歷史嗎 我覺得能夠拿到這個奧運冠軍 然後創造這個歷史的話 其實對我來說 不單單是我一個人的 然後這是屬於每一個幫助過我的人的這個 大家一起共同努力的一個結果吧 我想請問你 你從你的歷史最悲傷的時刻 我想最特別的應該還是 我這個在奧運會的賽場上 然後實際上我記憶最佳深刻的 在這個整個職業生涯中 因為這是所有運動員 這個將要完成的一個夢想吧 the greatest learning that swimming has given to you 我覺得意義最大的一定是這個 因為我在整個游泳生涯中 能夠學到一個自律 堅持 精神吧 我覺得這幾個東西 是我在整個游泳生涯中 學到最寶貴的一些東西 What is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of being a swimmer? 就艱難的這個職業生涯中嗎? And how you overcome? 我覺得我職業生涯中有非常多的困難的時刻 但是我想我的目標一定是不會改變的 最近的一次困難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去年 當我拿到奧運冠軍之後 我一度失去了這個自己的這個目標 奧運冠軍是所有運動員最高的這個夢想 當我實現了以後 我覺得我的目標它就消散掉了 其實去年一年是我非常艱難的時刻 因為我要重新去找回這個目標 So how do you do normally to manage and combine your athlete life and also your personal life? 讀書的話它是一個在精神上面一個層次的 然後訓練的話它是一個體力上面的 可能還是分開 然後在不同的這個每天的學習或者訓練中 然後可以轉換一下自己的這些疲勞 我覺得也是非常一件很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然後可以幫助我自己開拓一些視野 然後更好的幫助我去認識這個世界 然後以及去進行更好的訓練 So finally I want to ask Plythe What are your expectations for these Asian Games? 宴會的目標一定是能夠站上最高領獎台 然後好了以後去創造一個新的歷史嗎? I want to ask the Jenks